教練來 新北市戲紙區 親子成長班開營 主題是禮 志工從學佛儀軌 教到實的禮儀 讓小朋友從一舉一動中 學習如何有禮 今天上了一堂 關於禮貌的課 回到學校不跟師長頂嘴 然後回到家裡 不跟阿公頂嘴 懂得有禮之後 志工也透過一系列的 闖關遊戲 讓小朋友學會收腦並用 好 畢業 就在孩子沉浸於遊戲的 這段時間 志工也安排家長 進行親子講座 分享關愛教育 其實小朋友一直在傳遞 我們很多 他愛我們的訊息 但是我們一直沒有收到 然後我們也常常 就是因為太忙 然後工作壓力等等的 一些關係 然後忽略了說 我們要對他們 傳遞我們的愛 對 就很多錯誤的那個 剛剛都有得到一些 很正面的回答 家人之間相處 其實最親近的人 可能這樣就困難 可能我們需要改變一些方式 跟小朋友溝通 跟家人溝通 甚至於跟自己自親的 這個都是需要學習 志工鼓勵為人父母 在工作忙碌之餘 不忘陪伴孩子 透過親子互動 彼此僑心 帶來新聞 這是美之工 鄧秀旭 黃立芬 台北報導 市民進行